录制娃宗 我女儿因为亲了金圈太子爷的儿子 被骂上热搜 以耿直出圈的心境小花道 小小年纪就到贴 一点也不自尊自爱 转天 金圈太子爷空降综艺 她左手牵女儿 右手牵着儿子 这位大妈 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通 我女儿亲我儿子一口 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 我是影后 目前弹圈隐婚生子五年 原本想彻底退圈 然而经纪人李嘉是我闺蜜 她只觉得我是恋爱脑 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怎么可以在家当家庭主妇 我迟疑 可是我已经五年累积戏了 不退圈就等于要重来 而且现在的粉丝能接受一婚一遇吗 李嘉顿时也沉默了 要知道现在小花遍地都是 导演选角基本都考虑流量理性 突然她一拍大腿 有了 我给你接个娃子 要是你的粉丝无法接受 我们就退圈 能接受正好成为我们回归大萤幕的预热 我眼前一亮立刻同意了 现在综艺正火 这办法非常可行啊 一周后综艺接到了 我果断抛弃老公儿子 那天我带女儿到录制场地的时候 直播已经开始了 坐在C位的是新晋小花百里 以耿直大小节人设火爆全网 而她在爆火之前 曾经演过我的替身 一度被称为小池夏 直播间有粉丝问到我 她柔络地笑一下 池夏姐吗 我不清楚她孩子爸爸是谁 感觉很多人都有可能 嗯 不是我的瓜不到位了 主要是她身边的关系真的很乱 卧槽 懂了懂了 金主很多是吧 既然还有我女神不知道的瓜 看来是真的够乱 说不定她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真讨厌这种作风混乱的 公众人物就不能好好标杆自己 本来就不喜欢池夏 功力心太强了 还是喜欢百里这种 大大咧咧进娱乐圈 只为兴趣爱好的 百里这波节奏一带 我的粉丝狂掉 直播间骂声一片 她看到我来了 连忙起身 表情无辜 池夏姐 我好像一不小心 把你的事情说出去了 对不起啊 哎 我就是太耿直了 藏不住是 粉丝一问我就说出去了 我冷着脸 不是什么都能叫耿直 不知道的事情乱说 那叫造谣 百里表情一僵 用手挡住脸 仿佛特别沮丧 她身边的另外一个嘉宾 林金银站得出来 持影后 我们进你是前辈 让着你 但这不代表 我们就能被随便欺负 小李这么耿直一个人 你这样骂他 泼他脏水 你良心不会痛吗 我 但圈太久 这个娱乐圈我已经看不懂了 到底是谁在泼脏水 看不出来吗 而且进卷奋斗当影后 还要被说功力心强 我刚想开口 却被百里抢先了 盈盈 我没事 我就是这么耿直的人 要想不被说出去 除非自己没做 大不了我就退圈嘛 反正我进卷也只是来玩的 不像池下姐 目标那么大 别啊 女儿别退圈啊 娱乐圈不能没有你 我真的被池下搞无语了 别人尊称她一声影后 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吗 在这仗势欺人 还要别人退圈 呜呜呜 女儿家里不差钱 随时可能会退圈啊 我们要保护最好的女儿 抵制池下 抵制池下 这一顿操作下来 我差点不认识耿直两个字了 你们是不是对耿直这两个字 有什么误解 场面被炒热了 导演只好站出来控场 我们是亲子综艺 大家还是把视线聚焦到 我们可爱的宝宝身上来 导演说完 嘉宾能纷纷介绍自己带来的孩子 百里带来的是他哥哥的儿子白杨 林静音带的是自己的女儿琴玉玉 很快就轮到我介绍了 我牵着女儿的手 这是我的女儿 池星婉 今年四岁了 啊 真的是女儿 还说我们家女儿造谣 怪不得这么多年不接戏 被搞大肚子了呀 笑死 估计都不知道哪个金主的 现在金主不要他了 又出来捞钱了呗 弹幕各种阴阳怪气 我都没有在意 因为导演说 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要加入我们节目 神秘嘉宾慢慢出现在镜头里 是一位四岁大的小男孩 一张脸酷似金圈太子爷将怀续 就连冷着脸的表情都一模一样 大家好 我叫江星野 我爸爸临时有事 我一个人来参加节目 全网震惊 这是金圈太子爷的儿子啊 我也震惊了 我儿子怎么自己跑来参加节目了 他爹也太不靠谱了吧 孩子才四岁啊 江星野见我看他的表情意外 小脸不再板着 对着我乖巧地笑了笑 我顿时心虚 呃啊 不是妈妈不带你 主要是你这张脸 也太像你爹了 要怪就怪他去吧 白里最先回过神来 他冲着江星野招手 小野 你是来找小杨的吗 怀旭哥哥真的是 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上节目 就算知道有熟人在 也不能这么放心啊 白里说完 轻轻推了一下白杨 白杨顺势跑过去 小野 哥哥一定好好照顾你 白杨约某六七岁的年纪 但个头看起来和江星野差不多高 特别是穿着节目组统一的服饰 还真有几分好朋友的感觉 女儿果然是白富美 他竟然喊金圈太子爷怀旭哥哥 哇 两个小朋友好像很熟味 怪不得太子爷能放心小朋友自己上节目 太子爷临时有事 那为什么不让孩子妈妈出场 太想知道太子爷的老婆是谁了 林洁云看到这句 也好奇地问白里 小李 你跟太子爷这么熟 他究竟娶了什么样的夫人啊 太好奇了 白里眨眨眼 嫂子当然跟怀旭哥哥们当户对啊 长得可漂亮了 说话也温温柔柔的 我们的关系可好了 作为江怀旭妻子的我 说得很好听 就是没有什么对的 不过他好歹是夸我一下 我没理会白里做妖 牵着池星婉来到江星野的面前 小野跟婉婉年纪一样大 还是跟我们一组吧 江星野不止长得像江怀旭 性子一样不爱说话 所以他没吭声 只是点了点头 池星婉顿时开心急了 猛地扑上去抱住了江星野 对着他的脸巴唧一下 亲了一口 哥哥跟婉婉一起玩 这时白里突然出声 小小年纪就倒贴 一点也不自尊自爱 随着他话落下 全网炸了 各种词条空降热搜 锦号持下女儿倒贴 锦号锦号持下私生活混乱 锦号锦号自尊自爱 锦号我一脸猛逼 我女儿亲我儿子一口 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 现在什么年代了 21世纪了 妹妹亲一口 哥哥都能扯到自尊自爱上去 我话说完 白里还没开口 林杰盈率先站出来了 妹妹 你这算哪门子的妹妹 要像你这样算的话 全天下比星野年纪小的 都是她的妹妹了 笑死 太子爷 一夜之间多了好多个女儿 池下打的一手好算盘啊 嫁入豪门从小培养起 要是让她成功了 未来的金圈太子爷 就有了一位青梅竹马的好妹妹 楼上的 你可能算漏了 说不定是想借女儿接近江架 趁机勾搭江淮旭 直接支三当三 气死原配等着上位了 乌草 细思极恐啊 听你们一分析全懂了 这些眼子玩得真溜啊 要不是我们女儿耿直直接说出来了 我这种单纯的压根没想到 白里一脸受伤 扯了扯林杰盈 盈盈 你就别牵扯进来了 我们毕竟是外人 说多了当妈妈的 难免不高兴 哎 我也是耿直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我直接说出来 也是考虑到小孩子的教育问题 有些事情得从小教起 养成习惯就不好了 迟下节你要觉得有被冒犯 你就骂我吧 我没关系的 马德 这是哪来的耿直表啊 一口一个耿直 别玷污这个词行不行啊 我也直言 既然知道自己是外人 就少管别人家了 事情 还有啊 少管点别人的事情 你就能管住自己的嘴了 方法我教你了 不用客气 我也就是耿直 我的这工魔法打败魔法 一下子将白里掖住了 他咬了下唇瓣 楚楚可怜地看向我 好像我怎么欺负了他似的 我也懒得看他表演 这个演技 怪不得我但圈五年 他也只是流量小话 只能靠着草耿直 大小接人射出圈 他见我不理会 转而故作坚强地扯出笑脸 哎呀 我们说了半天都累了 还是先录制吧 拖得太晚了 影响宝宝们休息 我没事的 我早就习惯了 大不了就退圈嘛 继续录制 继续录制 导演 你快宣布接下来的内容吧 被Q到的导演 连忙宣读接下来的录制内容 接下来我们为小朋友 准备了一个 既考验体力 又考验脑力的环节 在大家身后的海洋馆里 节目组在各个角落里 存放了不同的玩偶 而这些玩偶 代表着各种不同食材 最后大家的晚餐 就是靠每组找到的食材来制作 根据规则 只有小朋友可以进海洋馆 所以就需要提前告诉小朋友 拿回来哪些玩偶 其中代表于鸡肉 牛肉等肉类食品的玩偶都很大 按照江心野和持心碗的体型 估计就只能带回来一个 我几乎不怎么需要思考 就定下了方案 小野你是男孩子 你来负责抱大玩偶 然后玩玩就拿一些小的便携的 持心碗热情的扑了上来 我知道了妈妈 尽管交给我吧 我不会让妈妈饿肚子的 江心野只是敏唇点了点头 我却看出了他眼神里的局促 看来我只带新晚上节目 让他有些受伤 我用空出的另外一只手 将心野搂住 那能不能吃上大鱼大肉 就靠小野了 好不好 听了我的话 江心野再次用力的点了点头 拍了拍胸脯 我可以的 这个动作终于给他带来了几番孩子气 我长出一口气 回去就把江淮戏打一顿 天天摆了一张脸 把孩子都带坏了 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 加油 你是最棒的仔仔 持心碗撒娇 我也是最棒的仔仔 好好 你们俩都是最棒的 商品结束后 仔仔们手拉手进了海洋馆 节目组给我们每人一百现金 负责购买一些调味必需品 节目组只会提供锅具 在不知道能拿到什么食材的情况下 我挑的都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油 盐 糖等等 百里难得没有盯着我 开始用言语炫富 维持他的大小节人设 小小的超市 给他逛出了大牌专柜技术感 林杰莹就像是他的捧跟 两人一唱一鹤 嗯 我就当听现场办相声了 就在采办快结束的时候 突然有个工作人员冲了过来 不好了不好了 持心碗抢完我的时候 把江心野推倒了 我下意识反驳 这不可能 晚晚不可能推小野 然而百里就像没听见我说的话 无嘴惊呼 心碗怎么这样啊 他怎么可以动手呢 我就说小孩子教育很重要呢 我冷眼看他 怎么 你长天眼了 看到我女儿动手了 如果我女儿是这样的人 前面你说他不自尊自爱的时候 巴掌就应该抽到你脸上了 百里气得不行 我打断他 我什么 我说的哪里有问题吗 你最好气到我女儿不打人 不然你就惨了哦 说完 我没再管他 快步往海洋管赶去 我到的时候 持心碗正被江心野牵着 撅着嘴 整个小脸搭了着 可怜极了 看到我来了 他连忙撒开手往我这边跑 我赶紧把他抱到怀里哄 没事没事了 有妈妈在呢 我走到江心野的面前 小野 你有哪里受伤了吗 江心野乖乖把手伸了出来 他摔倒时 即使用手撑住了身体 所以身上没摔伤 手掌上倒是有不少擦伤 节目组喊的医生正好赶到 掏出药箱给江心野处理伤口 就在我打算询问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百里道往 他声音尖锐 天哪 心里的手怎么磕成这样 都怪我没照看好你 我得去跟怀旭哥个请罪了 林静英抱着秦月月 指责持心碗 你抢月月的玩偶也就算了 怎么能把小野伤成这样呢 你这让我们怎么交差呀 小小年纪怎么心肠这么歹毒 疯了吧 太子爷的儿子受了伤 这不得直接封杀池下呀 女儿凭什么你去请罪呀 这都是池下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呀 你不要太善良了呀 女儿 几个玩偶都抢得这么过分 保护期长大之后跟他妈一样 果然是有什么样的的妈妈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我没理会他们泼脏水 蹲下来抱起持心碗询问他 晚晚告诉妈妈 在海洋馆都发生了什么 妈妈相信宝宝什么都没做 持心碗大眼睛眨了眨 双手搂上我的脖子 贴脸蹭了蹭我 他奶生奶气的解释 月月妹妹想要我的小熊玩偶 我跟他换小兔子 他不给我小兔子 我就把我的小熊拿回来 他不还给我 哥哥过来帮我 他就把哥哥推倒了 林静音不服 立刻反驳 肯定不是月月 心碗你好好认错 道个歉就是了 怎么能栽赃到月月身上 齐月月也仿佛受了惊吓 往林静音身后缩 百里趁机出来打人场 哎呀 迟下姐 你就让心碗给月月 还有些也道个歉吧 怀旭哥哥那里 我去帮你解释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跟你计较的 江欣也真是出声了 就是妹妹说的那样 是请月月先反悔的 也是他推的我 他的话说完 林静音脸上的表情 有些挂不住了 他笑容勉强 月月肯定没有霸占玩偶 不给的意思 更何况当时三个小朋友挤在一起 手上又抱着玩偶 小爷可能没看到是谁推的 月月年纪最小 怎么可能是他推的 我直接找了导演 没看到 节目组不是有PD一直跟拍吗 查录像不就都知道了 导演尴尬地解释 他们起争执的时候 刚好被柱子挡住了 我们没拍到具体情况 这么多人拍几个小孩子 还能没拍到 这种真人秀综艺 想要减少镜头 可以直接收买跟拍的PD 果不其然 我检查了录像 摄像全程盯着江欣也拍 而手拉手牵略的持心碗 只有半个身子 更别提两人撒开手 找玩偶的时候 直接就没有了持心碗的身影 而且争执的时候 江欣也视角被柱子挡了一半 完全没有看到持心碗 秦月月的PD视角在他的身后 并没有拍到两个孩子的正眼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录节目 全程拍什么呢 拍柱子拍风景 我气笑了 行 你们没拍到 我找海洋馆要摄像头去看 我倒要看看是谁推的 并建议吃笑 因为海洋馆你家开的 摄像头你说看就给你看啊 更何况连跟拍的PD都没有拍到 海洋馆的摄像头还能拍到 别说 这海洋馆还真是我们家开的 两个孩子出生后 江淮旭就往娱乐设施板块投资了不少 而这家海洋馆翻修的时候 更是重新进行了设计 保证摄像头无死角 毕竟 需要对游玩的小朋友人身安全负责 只是没想到最后是我先用上了 我没多费口舌解释 起身找工作人员 要来了录制前存放的手机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 就有一位年近50的中年男子赶了过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在节目组前展示 池小姐 这是海洋馆前一小时的摄像头影像 我们技术人员通过放慢速度 一针一针地进行确认 最终截取到 是秦月月小朋友推的江心野 当时池星婉小朋友 正在拿秦月月怀里的小熊玩偶 并没有手去推人 我去 池下背后金主可以啊 一个电话就翻了监控 送到面前来了 要不是池星婉去抢玩偶 秦月月也不会反抗啊 而且当时都挤在一起 肯定是不小心的 感觉江心野好护着池星婉啊 该不会真的把她当妹妹了吧 我真的怕池下居心叵测呀 也有一部分开始醒悟的观众 竟然是秦月月推的 纳工 做人员怎么瞎喊话呀 这个跟拍确实离谱啊 我就说直播间怎么没看到池星婉 就光给江心野镜头呗 现场监控视频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林杰颖脸色十分难看 秦月月缩在她的身后 直接哭了出来 我不是故意推她的 对不起 呜呜呜 白礼最先反应过来 立马拿了纸巾给她擦眼泪 没事了没事了 月月道歉了 这还是乖孩子 她安抚林杰盈 盈盈 没事的 有我在怀旭哥哥肯定不会怪你的 放心吧 她看向镜头 哎呀 小孩子小打想到有矛盾很正常的 月月也不是有心的 既然道歉了就原谅她了 这点小事就过去吧 啊我冷笑一声 没看出你挺双标啊 轮到你们就不是教育问题了 就变成小事了 那我们家婉婉 被你冤枉这件事有结果了吗 给我家孩子道歉了吗 小野原谅你们了吗 我话音落下 秦月月哇的一声 哭得更大声了 林杰盈惨白这一张脸 对不起 对不起行了吧 非要把孩子逼成这样 你才高兴是吗 她说完抱着秦月月就跑了 可 我分明看到 原本止住眼泪的秦月月 是被她掐住了胳膊 才又哭了出来 白里更是一脸受伤地看向我 池夏姐 没想到你这样看待我 从发生事情后 无论是婉婉还是月月 怀旭哥哥那边 我都会听你们说话的 没想到你 竟然觉得我双标 然后她也捂着脸哭着跑开了 我真无语了 女儿对池夏这么好 竟然还要被她骂 我真的受不了她了 一直在对我们女儿 池夏感觉已经把自己 当成江西野的妈妈了 笑死了 这里人带路感太强了吧 这个直播间 都是白里的水军骂 我是路人 说一句公道话 就被禁言了 笑死了 楼上的 我也是 真的感觉不对劲啊 这个耿直大小节 杂钱空瓶啊 直播间吵得不可开交 留在原地的 我和导演组面面相去 现在的情况 已经无法继续录制 导演决定 关了直播停止录制 我低头点开微信 置顶的闷骚大冰块 发来了近99条消息 老婆 我带着儿子来录节目了 绝对不是我想去 主要是儿子想你了 发生了一点意外 我要飞一趟江城 老婆等我回来 老婆 我下飞机了 不认识那个白里 你别听她胡说 中间省略恩条 忍不了了 连夜飞回来 老婆等我 我服额 完了 这回要藏不住了 我之所以不想公开 是因为我怕被冠上江夫人 这个称呼 付出后 我更想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 而不是因为我背后的 江家迎来的举色 李嘉说 他想让别人听到 池夏这个名字 第一反应是影后 而不是谁谁谁的妻子 在事业里 我首先是我自己 其次是孩子的妈妈 最后才是别人的妻子 我不想让自己的努力 全然被掩盖在资本之下 我没给江淮续回消息 收起了手机准备回去 走之前 节目组犹豫 要把江星野留给我 还是送去让百里带 江星野敏纯 我要跟妈妈一起说完 他牵住我的手晃了晃 导演 他迅速反应过来 一脸悔恨地 看着关闭的摄像头 我仿佛错过了一个亿的热度 新婉新野 早该想到的呀 我没理会他们 这种采一捧一的手法 综艺经常见 我牵着儿子 女儿回了住所 由于明天还要继续录制 所以今晚住的 依旧是导演组准备的民宿 回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其他嘉宾 节目组已经准备好了晚餐 我便带着孩子 用过之后回了房间 迟新婉和江新野只有四岁 在家的时候 两个孩子晚上还是一起睡的 本来想等上了小学后 再让孩子们独立自己睡 但因为录制节目 被迫要将计划提前 江新野是个听话的宝宝 听到今晚要自己睡后 不哭也不闹 我知道了妈妈 我会盖好被子睡觉的 我哭笑不得柔异把她的脑袋 新野不害怕吗 她挺了挺胸 我是小男子汉了 不害怕 新婉眼神亮晶晶地抱住新野 哥哥好棒 就这样 我和新婉一起睡一个房间 新野睡在我们隔壁 第二天 我醒了个早 等我洗漱完出来的时候 房间门被打开了 是秦月月刷着房卡进来的 我看向她身后的PD 这是从叫起床开始 原本是没有这个剧情的 估计是为了补昨天的时长 今天就多录制了一些 秦月见到我有些害怕 看到我出来招呼 也不打就跑了 我耸了耸肩 这个孩子就像是 林坚营手里的一个傀儡 要他哭就哭 要他笑就笑 楼下的导演已经开始喊集合了 我把持心碗喊起来后 连忙出门去找江新野 一出门就看到江新野 正揉着眼睛 站在房间门口 百里蹲在她的面前哄 小野 姨姨带你下去好不好 不要 江新野拒绝得很干脆 妈妈说不可以跟陌生人走 我没忍住笑出声 白小姐不去照顾白羊 在这搞人口拐卖呢 白里狠狠地瞪我一眼 又重新挂上讨好的笑容 小野 我是你妈妈的好姐妹 不是陌生人 今天就让姨姨照顾你好不好 这话直接把四岁的江新野听梦了 他瞅了瞅我 大大的眼里全是迷茫 难得看到儿子这副可爱的模样 我连看白里都没那么讨厌了 妈妈 软乎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身看到了 从房间里出来的迟星晚 江新野趁机正开白里 也跑到了我跟前 两个孩子穿着同款睡衣 乖巧地一左一右抱着我的腿 这总能看出来点什么了吧 我期待地看向白里 白里不屑得道 你果然是打着支三当三的梦 你接近新野 就是为了接近怀旭哥哥吧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就等着被封杀吧 我 我无语至极 抱着孩子回房间换衣服 直播间的粉丝却炸了 家人们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不知当不当讲 新野新晚 您不觉得这个名字很像吗 楼上的想多了吧 全天下一堆这种名字的 我真的替我们女儿感到受伤 她处处照顾新野 但是不被领情 池夏真的心眼子玩得好溜啊 江新野只是一个四岁的小孩 她已经沦陷了 知三当三 等着上位了吧 池夏滚出娱乐圈 吃瓜路人坐等反转 对于直播间的吵闹 我完全不知 换好衣服到楼下后 嘉宾们都来起了 导演笑眯眯地领着我们 上了大巴车 今天我们的行程比较放松 带小朋友们看画展 来一场艺术的熏陶 我听完安排一愣 原来可不是这么安排的 怎么突然变成了看画展 我狐疑地看了眼百里 总觉得又跟他有关系 画展距离民宿很近 开了没多久就到了 一下车 百里就仿佛是主人欢迎客人那般 一会儿叮嘱大家 小心别被架子绊倒 一会儿又给大家介绍 每一幅画的来历 为何放在此处展览 林介英惊呼 小李 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 这画展不会就是你举办的吧 百里羞涩地点头 嗯 这些画与其被珍藏在家里 不如半画展 邀请大家一起欣赏 这番表演 看得我脚趾抠地 今天这出还是为了草人设呀 持新婉突然扯了一下我的手 妈妈 那幅画不是在我们家吗 我一愣 顺着持新婉的小手看了过去 这幅四季 是江淮旭和我求婚的时候送我的 我们结婚后 这幅画一直挂在客厅里 怎么会在这里 我疑惑地凑近观看 却突然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 我侧身护住新婉 后背直直撞到了话框上 肩膀上火辣辣的疼痛传来 我顾不上自己 连忙看向持新婉 确认他没有受伤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抬头对上了林介盈幸灾乐祸的表情 小李 持下他 把你的画破坏了 百里脸色大变 持下 你怎么可以动这幅画 这幅画是怀旭哥哥 花了三千万派下来跟嫂子求婚的 就算你想上位 你也不该对 这幅画动手啊 女儿说的是真的 这幅四季被江怀旭派出三千万高价 当时有人采访他 他就留下一句拿来求婚的 哎呀呀 好甜 是想四季都与你一起度过的意思吗 持下把人家见证爱情的都毁了 居心妥测呀 画哪有这么容易被撞毁 画框怎么跟板世一样 总感觉着很奇怪呀 我揉着肩膀将掉落在地上的画捡了起来 这画是假的 真正的四季是一幅活画 在不同角度下观看 分别能看出春夏秋冬四个景 而我手上这幅画就像是一张死画 很明显是仿的 意识到这点后 我冷哼一声询问百里 白小姐既然是爱情的见证 那这幅画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画展 百里一脸得意 当然是因为我和怀旭哥哥的妻子认识 我嫂子人可好了 听说我要办画展立刻把画送来撑场子 所以我劝你还是别笑想怀旭哥哥 他们感情好着呢 就挺不知道说什么的 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林静盈指高气昂赔钱吧 这可是三千万 你该不会想赖账吧 我扯过话丢在他们面前 这话假的 根本不值三千万 而且刚倒是有人推了我一把 就算要赔也得找幕后真凶吧 白小姐 你拿这幅画出来 也不怕被江心野戳穿吗 真品还在人家里挂得好好的呢 百里依旧嘴硬 我昨天才和嫂子借的 心也不再加不知情 本来说录制完我就送回去的 现在话毁了你说怎么办吧 我被她的胡编乱造气笑了 行 那你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我亲自跟她解释 我没带私人手机 如果打断她 小野 背一下你妈妈电话号码 白小姐 这样总可以打了吧 百里咬了咬唇 可以 江心野乖巧地被出了一串号码 百里抖着手打过去 嘟嘟嘟 声音响了几声 没人接 百里松了一口气 嫂子可能再忙 我们还是不打扰她了 下一秒 忙音消失 电话接通了 百里干巴巴地打声招呼 嫂子 我是百里 她说话时 一阵回声重复响起 全部人顺着声音看向我 我挥挥挥手上正在亮屏的手机 你嫂子我在这呢 周遭突然变得十分安静 百里失态的尖叫出声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哄骗江心野 喊你妈妈 一定是这样 你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先是指使女儿倒贴 然后趁机骗取孩子的信任 持下你之三当三 品德败坏 你就等着被封杀吧 随着百里嘶吼声落下 一道身影从远处走了过来 来人西装革履履 五官轮廓利落 分明风尘仆仆 却丝毫不掩盖周深的金贵之气 看到她的第一眼 所有人都认出来了 这是江淮旭 不愧是父子共用一张脸 长得一模一样 直播间更是沸腾起来 是江淮旭赶到了 这回池下完蛋了 终于来了 太子爷快动手吧 这女人都快把小心野骗走了 第一次蹲到打脸现场 前排和太子爷合影留念 女儿不委屈 咱们站起来了 百里也像是看到了救星 淮旭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你再不来 江淮旭就认别人当妈妈了 江淮旭没应声 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她长腿迈了几步 走到了江心野的面前 将她牵住 紧接着 在众人难以相信的眼神下 牵住了池心碗的手 她对着百里冷声道 这位不认识的大妈 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通 我女儿亲我儿子一口 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 说完 她放开牵着两个孩子的手 往我身边靠了靠 将我搂进怀里 还有 我老婆带儿子女儿一起 怎么就直三当三了 现场安静地让人平住呼吸 这反转也太刺激了 勿草勿草勿草 池下是江淮旭的老婆 什么情况 池心碗和江心野是龙凤胎 一家人还分两组上节目 这谁能想到啊 真的是震惊了 所以百里一口一个嫂子 其实根本不认识人家 说真的 我开始好奇百里 跟江淮旭是什么关系了 一口一个淮旭哥哥 查得很 很显然太子爷并不认识百里 喊他大妈 按指他多管闲事呢 笑死我了哈哈 我也好奇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百里到底跟江淮旭什么关系 好像对我们家的事情挺了解呀 江淮旭拧眉思索了片刻 掏出手机打个电话 他电话很快就打完了 急剧压迫的眼神望向白里 白里下意识亮相两步 白家的私生女也配喊我哥哥 江淮旭歪头看向我 老婆 你猜我发现什么好玩呢 我无语地给了他一肘子 这种时候别卖关子 白里跟他同父一母的哥哥 有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现在登记在他哥哥名下 全场哗然 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白羊 这孩子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一直没什么存在感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绅士 白里脸色惨白 浑身发抖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儿子 这是我哥哥的儿子 我是白家的大小姐 白家和江家是亲家 我当然要喊怀恤哥哥 他不停重复着这两句 像是根本接受不了现实 我看向林金莹 刚刚是你推我的吧 虽然这话是假的 但是房屏也值三百多万 这钱你记得赔给白里呀 林金莹缩了缩脖子 没敢应声 却拉开了和白里之间的距离 像是怕被一起牵连 还真是塑料姐妹花呀 而网络上 白里的粉丝们已经彻底炸了 之前被捧得多高 现在摔得就有多惨 特别是他一直在节目里 嘲讽我直三当三 结果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小三的女儿 并且爬上了亲哥哥的床 他这些年的资源 草的大小结人设 全是靠拿着白羊威胁白家换来的 白里的那句大不了 我就退圈被做成了表情包 全网爆火 一时间 全网抵至白里 粉丝更是举牌 让他滚出娱乐圈 而凌杰盈被他咬着不放 一定要他赔三千万 塑料姐妹花反目成仇 开始扯头花 互相抱对方的黑料 一时间 刮大的把网友都吃撑了 结束综艺录制后 我嫁入豪门仪式也引发了热议 姜怀旭找人 把两个孩子先送了回去 随后带我到了一处商业楼 我一脸猛逼的被他牵进去 进门 就看到了墙上的字 持下工作室 姜怀旭捏了捏我的脸 我知道你不想公开 我们的关系 是顾虑什么 夏夏 其实你被自己矿住了 早在五年前 你就已经是影后了 你无需向那些导演 证明你的实力 也无需在意 粉丝们给出的条条框框 我们不需要竞选角色 也不需要拍那些 粗制烂造的影片 夏夏 资本也是你的实力 它并不会遮掩你的光芒 我立刻反应过来 懂了姜怀旭的意思 是啊 我完全可以拍自己想拍的戏 拍那些需要大制作的电影 资本 反而成为了我的助理 夏夏 你在巅峰时期隐退 为了我生两个宝宝 又亲力轻微在家照看他们四年 你为我们的小家庭付出了很多 现在孩子们也可以上学了 我自然支持你 重新回归事业 老空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身后永远都有我在 我感动的楼上姜怀旭的脖子 给了他一个大亲亲 老公 我爱你 姜怀旭看向我的眼神 转而灼热 他将我搂得更紧 声音有些沙哑 听说星爷可以一个人睡了 要不今晚 今晚 目测是一个不眠之夜 三年后 我的工作室上映了许多科幻领域的影视大片 池夏工作室 站稳整个行业 粉丝们都说 池夏必出精品 无脑冲 我的事业越发红火 有时候因为拍戏半年才回家一次 姜怀旭把家里照料得好好的 姜欣也和池星晚梁小芝也开始上小学了 因为完全不同的长相与姓氏 两人常常被认为是一对 甚至有同学跟老师举报谈早恋 姜怀旭赶到学校的时候 都是猛圈的 又过了几年 我开始从大营 木退下来 慢慢转木后 即使再忙 我也会抽出时间回家多陪陪孩子 姜怀旭和我亲力亲为的教导着两个孩子 他们也从未让我们失望 越发的优秀 逐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三餐四季 一年又一年 我们一家四口永远幸福相伴 全轮完